好 Roni 我發現你們台灣人 很瘋吃日本料理 很流行 大家都喜歡吃日式料理 可是我在想 應該是因為日本料理比較新鮮 尤其都愛吃Sashimi 海鮮多 對 可是最近 有一個朋友帶我去日本料理 我發現 不是只有Sashimi 他們很喜歡燒烤雞翅 他們喜歡炸雞翅 炸豬排之類的也有 對 我們在節目曾經做過 胡椒鹽烤雞翅 最簡單的 冰糖雞翅 檸檬雞翅 雞翅又塞新加坡的蝦米醬 然後又塞糯米飯 對 那今天要做什麼呢 做什麼呢 明太子手語 那今天的明太子 其實它是鱈魚的軟巢 所以我們今天要把明太子 塞到雞翅裡面 這邊有一個接骨 斷關節 對 你要先把它折斷 OK 斷了等一下就好拉 然後再來 這邊也是有潤袋黏在一起 對不對 稍微修剪一下 所以我先讓它這樣子 分離 OK 然後因為它有點會滑 所以我現在用一塊布轉一轉 就是讓它這樣拉出來 OK 簡單嗎 所以你看 很簡單 可是不容易 皮 都沒骨頭了 然後這些骨頭 不要把肉巴黏在這邊 因為我還是要吃肉 所以肉它的瘦肉要在雞翅裡面 所以骨頭可以去熬湯 OK 那我們現在來醃 這時候再來醃 對 醃一點蔥薑蒜酒汁 我們的秘密武器 蔥薑蒜酒汁 不用多 今天有篩明太子的味道 它本身有醃味道 所以我們不要太多的酒的味道 那一點點白胡椒OK 就一點白胡椒的香氣就好 一點點 OK 好 那我們現在要擦乾 那你給它醃一個20分鐘就好 來 我們今天看一下 這個它好像是外面有一個墨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弄破一下 然後我們用背部 背部把它這樣擠出來 推出來 把它刮出來就對了 OK 你看有沒有這個有一個薄薄的墨 我只要它的紙而已 然後這個再把它修掉 就是把這個裡面的紙都刮出來 這個是那個義大利西芹 應該滿適合的 來 加進來 大概一大匙 因為剛好這個明太子有鹹度 所以我們把一些新鮮 加下來讓它淡化一下 OK 有時可以變化 來一個結合 熱 韓 結合 那就要把檸檬加明太子 對 這個檸檬 OK 我們上次有教過觀眾 我們把它切一切 稍微把它擠乾一下 OK 那我們現在來混合 好 那我們把它放在這邊 不能讓它滿 然後這邊我們剪一個洞 好 我們不要給它全滿 給它大概七八分滿 那不要讓那個明太子勾到外面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乾炸 乾炸等於是沒有用任何的油來乾煎 它可以逼掉表面的這個油 OK 除了菜 那這一套餐我們的主食 不一定要吃飯 我們來吃個南瓜 OK 那我就用這個黑金剛 不要切小塊 我們就是切成 就是柳丁這樣子 大概五公分 這樣子一人一塊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如果你的雞翅今天是有味道的 其他的菜淡一點 OK 就算我今天的滷水完全不加鹽巴 我這個南瓜也不加鹽巴 完全就是吃這個原味 OK 那我們這邊 加多少水來煮它呢 今天你這樣的肉的厚度 大概六公分 所以它大概要七分到八分鐘 所以我們今天加的水也不用多 因為很快 如果地瓜可能也要煮到二三十分鐘 你的水分就稍微可能要三公分 那我今天的這個水分 水量在鍋底大概一公分就好了 因為越少水在煮你這個南瓜 你的這個南瓜越甜 當它越甜你不加鹽巴 它完全吃它的一個南瓜的香氣 OK 所以我們只要這樣子把它蓋起來 開中火 給它滾 然後再轉小火七分鐘 這個叫地獄筍 那你知道這個是金針花 金針花的那個下面的嫩的金 對 OK 我們來燙青菜 碧玉筍 這個也是時間會滿快的 所以我們其實給它這樣子 把它比較厚的放下面 梗越薄的就越上面 OK 好 可以了 因為今天這個要配一點芝麻醬 對不對 所以我只要很少 一點點就好了 OK 可以了 然後這個水要更少 這個水用潑的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用中火直接浸 這個大概一分半就好了 這個大概一分半就好了 好 我們先來煎 OK 那你千萬不要把它壓得太大力 它裡面的那個會跑出來 就是泥太子 對 所以你把它這樣輕輕壓 要同一個方向 對 因為這個 這邊比較寬 這邊比較窄 所以窄的尖就是往裡面擺 OK OK 我現在確認就是 它全部下面是黏住的 OK 這個筍我們把它劃上去 這樣你又有多樣蔬菜可以吃了 很健康 好 你完全拿這個筍等一下 不用加鹽巴 它很甜 因為你是像一個橋這樣 在這個雞翅的上面給它熏 有沒有 OK 好 那我們這邊也來煎 好 這邊也是水珠快跑了 你放東西的時候千萬不要開中火 就是給它小火 不然這一塊等你放完的時候 這一塊已經燒焦了 好 兩分半 中火再小一點點 OK 可是不能中小火 它會出水 它會不夠 沒有辦法逼掉那個肉腥味 你知道嗎 有時候溫度很重要 要夠 它才會好吃 好 好 鹵筍還沒好 鹵筍還沒好 鹵筍等一下要跨回去 OK 你看 就這樣子輕輕的 你有烤到金黃色的話 對 像你的和風醬 它像烤雞 它就像烤雞 它好了 它其實就離鍋了 所以我會 妳會 很好辦 OK 小心 不要壓那個 明太子跑出來 再把這個鹵筍放回去 然後我們再壓兩分半 OK 這邊也好了 這一鍋我來鏟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這個筍拿出來 好 我要再給它翻面一次 因為這一面你會發現它比較平整 當它比較平整 你嗆醬醬的話 它的顏色會比較美麗 好 我們的醬醬就是這樣子 嗆下來 光火 一點點的醬醬 對 光火 這是那種 和風照燒的感覺 好 你看你這個色澤像這樣烤雞 你現在就是要讓它上色 就像好像它們在烤的時候 它會 那個用刷 一直刷 刷給它上色 好 那我們就是給它翻給它上色 美麗 OK 我們現在就是 把烤好的芝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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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在 爹地 我看到這道菜的成品之後 我好佩服 我竟然做成了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對 用明太子在基茨裡面 那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會覺得這是高糖 日式的一個金科夫 但是呢 結果做起來其實不難 你看看不看在去骨的時候 鑽兩下骨頭就出來了 肉很完整 然後那個明太子稍微調一下 它就可以做餡了 其實你在家裡做一點都不難